一只八层楼高的蜘蛛 悄无声息地给它做了核酸 只是下手中了点 原来这座岛的生物大得离谱 奥特曼见了都得连夜买战票 逃回M78星云 就在几天前 丑国科学家在南太平洋 发现了一座无名小岛 随即科学家找到经验丰富的昆昆 作为调查员 打算去小岛一探究竟 上街指派人形棉花收割机老黑 率领军队保护他们 来到小岛外围 疯狂暴虑的台风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众人也不含糊 开着直升机就往里面冲 一顿乱窜之后 终于闯了出去 总算见识到了小岛的真面目 那简直是碧波连情 穷倒春云 落霞雨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这些人哪见过这种景色 心情大好的他们 把侧毁人员放在空地后 开启直升机 放着音乐听着歌 框框往脚下的森林扔炮 还资格打压嘎嘎乐 殊不知已经大难临头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一只大猫手扇了过来 打得他们七魂八素 场面一片混乱 其他人立刻整理好队形 在落日的余晖下 看清楚了怪物的庐山真面目 原来是一只憨太可居的大猩猩 只是长得稍微大了那么一点 双方摆开架时就开干 猩猩也不含糊 边打边骂 来我家不亮绿马就算了 还他们拆家 暴怒的猩猩因为微弱的体型优势 不一会儿就把直升机 打了个七七八八 幸存的老黑望着四散逃跑的部下 以及还在不断虐杀的怪物 无边杀意从心中躺起 他们俩注定只能活一个 话说你俩长得几乎一样 真要同族相残吗 这片原始森林危机四伏 体型庞大的吃人怪物 数不胜数 意识到这个危机的昆昆 决定带着众人 往北边撤离点走去 不愧是主角团运气爆表 比网游冲了钱还好时 一路走来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甚至还遇到了一只大水牛 康师傅见到了给狂喜 这么大一只够用到集团破产 一顿摸索后 几人找到了一片远古遗迹 没成想这种不遮风不挡雨的地方 居然还有土著民生存 语言不通的双方剑拔弩张起来 更加意想不到的是 土著一方居然窜出个 操着丑国方言的老头 他居然是二战时期的飞行员 飞机意外失事流落到这里 几十年来一直无法逃出去 老头把几人带到图满壁画的山洞 缓缓道出了真相 原来他们遇到了那只大猩猩金刚 千百年来一直保护着原住民 不被地底下的骷髅蜥蜴残杀 他们刚到岛上就放起大炮仗 已经把最大的那只骷髅蜥蜴吵醒了 得知真相的坤坤几人断食麻了 不仅拆别人家 还把岛上最大的黑社会 骷髅蜥蜴给引了出来 幸好老头当年坠毁的飞机 就在不远处 就好发动机 还能当船及时跑路 反观老黑这边就比较惨了 一心想象金刚复仇的他出师不力 他没走几步 就在竹林里偶遇大蜘蛛 一番激战后免不了再折损几人 就连他派出的侦察兵 也有幸在湖边偶遇到了金刚 原来受伤金刚来这里喝水 顺带抓起一只铁板鱿鱼 吃起自助餐 虽然他们这边不顺利 但架不住坤坤那边运气好 一番捣鼓后 几人把发动机修好了 向土著居民告别后 他们顺利的往北边驶去 途中还联系上了老黑几人 坤坤他们顺着老黑发射的信号弹方向驶去 没多长时间 倒霉弹和幸运儿两方人马 总算是在森林里顺利会尸 这个男人居然放倒了金刚 就在他准备引爆炸弹 痛下杀手时 虽然被金刚吹话了 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就在他们会合之后 统一好了一件往北撤去 没多久 众人就来到一处 弥漫着毅然气体的盆地 恰好是金刚的祖坟 可怜的小金刚没想到年纪轻轻 就变成了孤猴 此时一个不长眼的小兵 也不管金刚的父母抽不抽烟 点上一根就要祭拜 这下可好 掏了人家的老窝不说 还炸了人家的祖坟 旁边打算自拍的倒霉弹 被爆炸声吸引过来的蜥蜴 一口吞下 众人纷纷开枪还击 奈何骷髅蜴 出满了护甲 子弹打在他身上 居然不掉鞋 而他也不客气 一口一个 不过瘾的他 向坤坤紧人冲来 就在这危机时刻 一旁的花瓶摄影师 使出好火球之术 掏出火机 往骷髅蜴蜴扔去 剧烈的爆炸 让他原地飞升 死里逃生的双方 此时也不肯消停 老黑把杀死金刚的想法 告诉了坤坤他们 坤坤肯定不愿意 无奈只得不欢而散 夜晚的森林 突然响起猛烈的爆炸声 原来老黑早就想好了办法 利用爆炸吸引金刚 提前往水里倒满油 等金刚过来 就点燃湖面 来一场烧烤惺惺宴 呼不其然 让他顺利得手 可惜计划实施都是完美的 只不过有些小小的变量 不仅坤坤他们跑来劝架 骷髅蜴蜴王 也被爆炸声引来 不服气的老黑 还打算和金刚同归于尽 没想到顺手就被解决了 蜴蜴王和金刚 也算老素敌了 当即便扭打起来 这一打 就打到了第二天 眼见金刚不敌 证人架起机枪 疯狂扫射 吸引了蜴蜴王的注意力 挣脱铁链的金刚 掐起蜴蜴王 用手给他做了核酸 最后获得胜利的金刚 秀起了胸肌 而侥幸逃生的坤坤等人 也终于等来了 救援的直升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